第四十八章 鱼和盐 小时候 我在学校学习圣经的时候 时常会碰到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等城市的名字 本来我以为这些名字都是作者虚构的 后来才发现 这些城市还真有 而且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在这些城市里生活 由于圣经中的很多经典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所以 人们称这里为圣经之地 准确地说 圣经之地处在地中海的东边 主要由两个国家组成 一北一南 分别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这个名字 本来就有圣地的意思 这两个国家中 又包含了很多城市 有些城市从耶稣诞生起 一直保存到今天 有些城市则逐渐消失了 大马士革是叙利亚的首都 大马士革的主街干道十分挺直 因此得名直街 直街的两边是零次质比的商店 这些商店又被称作街市 大部分街市非常小 就算全部加起来 占地面积也不大 美国随便一家超市就可以将大马士革的所有街市放进去 从前 在街市上出售的都是大马士革 纯手工制作的工艺品 比如金银珠宝 小手工地毯 皮肩 甚至刀剑 丝绸等等 那是因为当时的大马士革还没有推往工业化制造 所以只能靠手工作 如今 大马士革出售的东西 大部分是由机器加工制成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在英国生产后的商品在转卖到大马士革 有些英国客人在大马士革购买纪念品后 竟赫然发现那些商品上贴有英国制造的标签 你说 他们看到这样的标签是什么心情呢 众所周知 要是用白色的蜡笔在白纸上作画 或者用红色颜料在红纸上作画 肯定很难分清哪是画 哪个是底 大马士革却有一种神奇的布料 它是纯手工编织而成的 布料的底纹和上面的图案的颜色居然是一样的 白色的布料上全是白色的图案 红色的布料上全是红色的图案 但是你若是仔细地看 这些图案都能同布料的底纹分开 后来啊 人们根据它的产地 将这些布料命名为大马士革锦缎 稍微留心一下 也许你就会发现在你家的餐桌上或者床上 就有一些布制品是由大马士革锦缎制成的 同样 在美国有大马士革锦缎制品销售 不过不是手工制的 而是机器制造的 大马士革过去还制造一种用来装饰件的铁饰品 饰品上又配以金或银作为点缀 这种饰品的流行 同大马士革曾经盛产刀剑有关 大马士革的剑异常锋利 简直是削铁如泥 吹发可断 如今 除非是出于炫耀或装饰 否则是看不见有人在带剑了 剑只适合将士们近距离搏斗 如今可是现代化远程作战的时代 他自然就派不上用场了 巴勒斯坦位于叙利亚的南边 是不是你还记得我在前面说过 巴勒斯坦是圣地的意思 巴勒斯坦在地图上包括的地区很多 但是标注出来的地名却很有限 仅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地区 要是将所有的地名一一标出 可能整个地图都要被文字填满了 巴勒斯坦的面积特别小 它最北边的城市叫达安恩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在叫一个小男孩 最南边的城市是贝尔谢巴 巴勒斯坦人口中的 自贝尔谢巴到达安的意思 就是从国家的南端到北端 或者是从起点到终点 贝尔谢巴和达安相距240千米 也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南北两端 仅仅相距240千米 东西大约有80千米 若是坐车 仅需要一天的功夫 就能将巴勒斯坦游个遍 巴勒斯坦的南北两边都有湖 但人们却叫它们海 北边的是加利利海 南边的是死海 死海因为水中没有生物 可以存活而得名 加利利海内的鱼类资源十分丰富 很多人以捕鱼为生 据说 耶稣曾经就在这儿 结交了许多渔民朋友 有一次 耶稣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授予他人捕鱼的技术 就有可能成为福音传教士 这样一来 加利利地区的渔民 就自发成立了一个团体 并以鱼的形象 作为团体的标志 耶稣的英文是Christ 令人惊奇的是 鱼的希腊语单词的前两个字母 也是CH 如今 加利利海的鱼类资源依然很丰富 不过自然灾害也很多 加利利海的一条支流 蜿蜒地注入死海 这条支流就是著名的约旦河 耶稣当年就是在这条河里 接受洗礼的 为他施洗礼的是约翰 约旦河每天都会迎来世界各地的人 在那里 你可以单独完成洗礼仪式 也可以请当地的神职人员 为你施洗礼 还可以将约旦河里的圣水 取回家给小孩施洗礼 约旦河水水流湍急 迅速奔流的河水 很容易将淤积在河底的大量泥沙冲刷开来 使得水质异常浑浊 这些泥沙也会伴随着流水 一起进入死海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 死海中的水质却很好 像地中海中的一样了 死海处于山谷的底端 位置特别低 这就使得海水没有办法往外流出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想问 死海内的河水只进不出 那海平面岂不是会越来越高 要是溢出来可怎么办呢 其实不然 死海中的海水蒸发得特别快 蒸发量与注入量几乎差不多 水分蒸发后 海水的含盐量会越来越高 最后 死海里的水就和大盐湖一样咸了 甚至比一般的海水都要咸 也正是因为如此 它的浮力很大 人掉进死海后都会漂浮在海面上 根本不用担心有溺水的危险 不过通常人们是不会在死海里游泳或洗澡的 因为这些含盐量过高的海水会刺痛眼睛和伤口 其刺激程度几乎和点酒不相上下 死海中含盐量过高 以至于咸水鱼都没有办法在这里生长 根据圣经中的记述 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两个罪孽深重的城市 他们都紧邻死海 上帝打算将这两个罪恶之城彻底摧毁 但在摧毁之前 他将这个消息告知了罗德 罗德是这两座城市中唯一有道德的人 并劝告他说 如果带领全家一直向前奔跑 就能摆脱这个灾难 前提是奔跑的时候不能往回看 但是罗德夫人没有把这个忠告听进去 在跑的时候止不住好奇回头看了一眼 再回头看的一刹那 立刻变为了炎柱 要是你有机会去死海参观 当地的导游就会指着一堆盐说 看 他的前身可就是罗德夫人哦 回头看